在拜登政府與共和黨議員就債務上限問題達成初步協議後, 比特幣首次短暫收復了28,000元的水平。 週一,比特幣最高漲至約28,461元, 而以太幣最高漲至約1,928元。 投資公司分析師表示,由於投資者擔心國家達到債務上限, 比特幣上週三跌至約25,800元的最低交易價。 在提高制務上限並避免違約的臨時協議達成後, 比特幣和以太幣在週六晚間開始攀升。 分析師認為,資金在中期會從風險較高的資產中撤出, 用於購買政府債券。 股票和數字資產市場的交易量和流動性可能將進一步放緩, 並對價格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。 由於債務上限談判給投資者帶來的壓力, 最新的美聯儲議會的遙逆顯示, 央行官員在格式方向上存在分歧。 以太幣第一季度上漲52%, 本季度上漲4.3%, 比特幣第一季度上漲71%, 本季度下跌近2%, 比特幣或將在2023年迎來首個輔月。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。 至少。 至少。 記者編輯報導錯告。 並不堪移口時何閒之意。